蒸馏就是艺术 但今天我们泡泡酒 田哥我给你借了两箱酒 能不能出个你泡的路人酒教程 谢谢了 给我借了两桶 酒浆双装浸泡酒 先尝一下 酒体干净 有淡淡的米香 以及木香 之前泡的路人酒快喝完了 这活接了 你好 我有点虚想买些枸杞 回来了 这点人生花了我一千块 没被骗吧兄弟们 有没有懂的 之前泡过酒的路容 还可以再泡一次 取出来 把路容片也捞出来 加点酒浆双蒸浸泡酒 先把路容给洗一下 把路容表面的路容血给洗干净 按照五升酒300克的比例 准备鲜露绒 按照五升酒50克的比例 准备干人参 倒入米香型醇凉酒 再次清洗 五升200克的比例 准备枸杞 五升60克的比例 准备零汁 分别用酒清洗干净 浸泡罐内倒入少量的酒 也得进行清洗 泡酒尽量选用这种米香型醇凉酒 纯净度高 不掩盖草药的香味 浓与草药充分的融合 形成和谐的风味 浸泡后口感更为柔和 而不是酒精的刺激感 浸泡一个月后 酒的颜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感觉这罐酒内充满了洪荒之力 先感受一下它的威力 A few moments later PAP 啊